我聽到牧師的講道 其實我有點嚇到 好像很清楚我發生了什麼事情 然後在安慰我 就是 這就是讓我相信說 神祂真的是一直在看顧我的這樣 我真正來到神面前的人 才會懂我們在這裡是為什麼 看聖經的時候 就是你會發現很有趣是 就是你有疑問 你禱告然後 你就會翻聖經 你就會發現 祂會幫你解惑 而且你犯錯的時候 就是你還會看到 就是祂在教導你做 就是你不應該這樣做 就會覺得很有趣這樣 就是我覺得今天可以完全 就是可以走到這裡 都是靠著神 讓我經歷過那些 然後讓我相信祂 就是這就是祂懂我 應該用什麼方式教導我 然後讓我能跟祂建立關係 所以每個人都屬於跟自己的 自己跟神的關係 只要你們願意 絕對不會讓你們死亡 然後 就我要分享的經文是 馬太福音的七章第七節 你們祈求就給你們 尋找就尋見 空門就給你開門 就是 明天而然 你 不用你說 那 你是 ust